各位朋友 胡锡进作为老媒体人 人家这流量算是玩明白了 无论是老胡是左跳右跳左右骑墙也好吧 还是老胡善于抓住舆论热点也好吧 人家老胡在中国几千万的粉丝了 是吧 赚的是盆满钵满 你这个抓流量 抓热点吸引眼球 你不服老胡 不行 你别管是美名还是骂名 反正这个流量时代啊 有了名就有了流量 对吗 胡锡进呢 又干了一个大事 你知道有一个美女间谍啊 这个美国叫方方的 就是在川普时代啊 那个时候这个喊的满世界都是的 中国美女间谍要这个控制美国的政坛啊 什么色诱美国的议员之类的啊 是吧 当时呢 这个方方这个案子呢 闹得在美国呢 可以说是举事皆知 啊 这个老胡会见了这个所谓的中国美女间谍 哎 他还放出了照片 你看见了吗 说老胡啊 今天中午与这位美国最著名的中国美女间谍啊 聚餐 她的名字至少二十几次上过美国的热搜 她叫方方 中国人很少有人知道她 但在美国她曾被推上风口浪尖 川普骂民主党不止一次的喊出方方的名字 确实啊 当时这个事很轰动呢 啊 一些这个报纸啊 把方方这个放上了头版 头条啊 包括海外的这帮这个独轮运的媒体啊 这些西方的主流媒体啊 都曾经让方方上过头条 啊 这个事情老胡现在又把这个事给爆出来以后 立刻又上了媒体的头条了 你看见没有 哎呀 这个事又吵起来了 啊 老胡是这么说的啊 方方方呢 毕业于北京的国际关系学院 做过七年的空姐 2009年赴美留学 啊 那个大家都知道啊 当时他们都在说北京国际关系学院 是专门培养间谍的一个大学 你知道吗啊 你看 胡一进把他这个背景说出来 嗯 说他赴美留学偶然的机会 结识了与他同龄的民主党人艾利克 后来成为了朋友 并且呢 帮他在华人中筹款 为他年纪轻轻当选美国的联邦众议员 助了一臂之力 他从此在美国逐渐建立起广泛的人脉 他给我看了自己与佩洛西的合照 啊 方方 跟佩洛西的合照 他为促进那些年的中美人员的交流 做了不少穿针引线的工作 比如促进议员接待中国代表团 帮着中国留学生去议会做实习生等等 直到2015年 中情局联邦调查局分别找到他 要求他提供合作 联邦调查局威逼加利又提出给他美国的国籍和100万美元 要求他为他们工作 否则就毁了他 他的住所被搜查 手机被没收 他采取拖延战术 在联邦调查局与他彻底摊牌后的第三天 他独自乘飞机逃离美国 回到了祖国 哎呦 老胡 这真是 把当年的这种密室老胡 都公开说出来了 联邦调查局调查他了 那么就没对他进行边控吗 那方方小姐是通过什么途径 坐飞机回到中国的呀 是商业航班呢 还是私人航班呢 老胡 你在媒体上说当年的密室 合适吗 大家觉得呢 这到底这个是是是是咋回事啊 啊 那个联邦调查局啊 请方方做美国间谍 给他一百万美元 他都不干 那这么说的话 方方女士那是一个民族英雄啊 按说民族英雄这个事公开的说出来 合适吗 所以本来呢 这件事无人知晓 但那个年轻的议员 艾里克 2018年宣布要参加2020年的总统大选 被共和党挖出 他与方方曾是男女朋友的爆料 公之于众 媒体大肆炒作 方方从此成了美国政治中的一个岗 如今上Google搜索 中国女特务 立刻会跳出一堆有关方方的帖子 确实啊 有这样的东方美女 对吧 那美国人受不了 方方是带着梦想去美国的 她的美丽和活泼的性格 一度让她在那里如鱼得水 但她最后经历了梦碎 她给我讲了一个细节 当联邦调查局的人问她 这些变故是什么感受时候 她禁不住 流下了眼泪 韦达说 我对美国充满着梦想 我在这里很努力 没有做一件坏事 但没想到你们会这样对待我 美国不是我想象的国家 对吧 大伙都知道了吧 华人到美国的价值是什么呀 那就是在底层 刷盘子 打工 拿着微博的工资 是吧 要不呢 就成为这个美国的一个苦逼的中产 天天要为一家子的吃喝 房产税 疲于奔命 为美国创造GDP 要不呢 爬到美国的上层 成为像赵安吉那样的富豪 最后 这个被养肥了 莫名其妙的就 没了 所以养肥了 杀猪 是吧 所以华人对于美国的价值就是这样 你如果像方方这样的 是吧 你如果是参政的话 立刻就会有联邦调查局上门 要不你就当间谍啊 要不呢 就毁了你啊 是吧 你看方方的遭遇是不是说明 哎呀 华人真的是在美国不容易啊 吴奕进说 如果方方当时驱从了联邦调查局 接受了美国国籍和一百万美元 从此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效力 方方有可能几经辗转 寄身于美国顶级华人名流之列 甚至成为赵小兰那样的人物 但是成为赵小兰那样的人物 那不明不白的 他妹妹就半夜里边开着特斯拉 进了池塘了 是吧 那也挺危险啊 但是方方选择逃离了美国 这让美国的舆论认定 他就是中国女间谍 找到了新佐证 他从此跳进黄河 也洗不清了 关于自己的那个断然的决定 他对我说 我就是不想背叛祖国 不想成为一个美国间谍 这是我做人的底线 他还说 那天去机场 很担心被抓回来 他做好了 做美国的冤劳 甚至是被毁掉的最坏的准备 确实通过胡锡进的叙述 方方 那的确是中国人里边的这个 是不是 那是不是那个通过胡锡进 是吧 那个这么多年了 过去了 要给方方证明啊 要证明方方的确是中华民族的 这个不屈的好儿女啊 对吧 方方回国以后 过得平平淡淡 目前 他是深圳一家网站 供职 那肯定也是高管啊 那高管 那那那收入 大家大家都知道了 网站的高管的收入 那比美国都强啊 是吧 他在美国的传奇经历 戛然而止 是美国 无耻背叛了这个优秀的女生 对他的梦想 嗯 这个 胡锡进 这是 明着打脸美国政府 你看看啊 你们说我们是中国美女间谍 我们回国啊 拿着高薪 比你美国都强 对不对啊 然后呢 这是要替中国政府向美国示威吗 啊 各位 我不知道大家看过胡锡进呢 这个微博有什么感觉 是吧 啊 是不是 大伙觉得 这个明着在这上面说这些啊 这是合适吗 老胡啊 这里边 这里边隐藏着太多太多的信息了吧 各位啊 你们怎么看看对这个事 点个订阅吧 咱们下期再聊